謝謝主席,來有請張主委 請張主委 黃委員您好 主委您好,今天內政跟財政聯席審台灣與澳門避免航空企業雙重課稅的協議 之前陸委會的副主委來說明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的修正草案的時候 我有跟他提出過一個問題,那他那個時候當場還沒有辦法回覆我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蠻重要的,我還是進一步請教主委 就是我們現在針對跟香港也好,跟澳門也好 我們在簽訂各個協議的時候,你們那個協議簽署的法規基準是什麼? 我們是根據港澳條例 對,但是你根據港澳條例,在接下來的審議程序當中到底要怎麼審議 除了你可以跟我講說根據港澳條例的哪一個條的規定嗎? 因為我港澳條例我從頭看尾,從頭到尾看完了 我完全沒有看到相關的條文規定啊 你如果說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還有啊 他定的好或者是不好,第五條裡面的規範密度夠還是不夠 那個時候我們在太陽花運動的時候都有提出來過 但是主委你如果現在跟我講的是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他第一條就先明文排除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適用 那接下來的條文,我看不到說針對這個協議 不管是從簽署那到後面的審議,你那個法規的依據是什麼啊? 好,就是說我們通常從過去到現在我們處理跟港澳的關係 比較是把它認定比照,比如說外國人啊,比照國際關係來處理 所以根據港澳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就是說 本條例沒有規定的適用其他有關的法令規定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我們根據這一條 我們就是說接下來我們是比較比照的是 條約遞解法的規定來送立法院來審查 所以不是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嗎? 不是根據,就是因為港澳條例沒有規定 對,你現在根據的法規齁就是按照 條約遞解法 就條約遞解法 那也就是說從我們現在的角度是把香港跟澳門都視為外國政府嘛 視為一個特別的地區 比照,比照國際的這些條約的 那你如果要這個樣子的話,因為在法律上面的定性啊 你如果要用條約遞解法的話 我在法律上面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 就是你把它視為外國政府 要不要你要怎麼適用條約遞解法 比照嘛,參照,參照,視為這個,對 對啊,沒有主委因為您,就是我,我不為難你啦 但是我提出這個問題是希望 部裡面可能回去再進行法制作業的時候 就這個問題還是要思考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認為說 要按照條約遞解法的規定來做的話 那你對於香港跟澳門政府到底是什麼定性的 可能你要有一個清楚的看法 那你如果把它定性成是外國政府的話 是用條約遞解法,對我個人而言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我會擔心的事情是說 這真的是現在陸委會的立場嗎 那第二個,如果這不是現在陸委會的立場的話 那你們要怎麼樣直接要求大家用比照或者是參照 這樣子一個可能不是在法律上面很清楚的概念跟用語 然後用條約遞解法的程序來處理 好,我懂您的意思 所以就是說我們也,就是說這個協定本身送審 同時我們要它有一個法源的依據 所以我們就是把港澳條例裡面增列 29條之一 對,你增列29條之一這沒有問題 這是內國法裡面啊 去跟他們去簽免稅協議 一個法源的一個根據 但是就整個協議本身處理的程序 你沒有辦法依照29條之一去做 因為除了這個租稅的協議以外 可能還有其他的協議要處理啊,主委 我說的應該沒有錯吧 未來有可能 未來有可能 對,所以我還是齁 就是我這是善意的提醒啊 我不是在為難主委啊 就是你們在整個法制作業上 恐怕有必要再重新的盤整一下 好,謝謝委員的提醒 然後第二個我要請教的事情 就我國跟中國協議締結的那個條例啊 我們一般所俗稱的兩岸協議締結條例 現在按照陸委會的立場來講 這個條例的審議有沒有急迫性? 就陸委會來講我們當然希望越早通過越好 當時現在等於是說有五個版本都還在立法院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希望早一點通過越好 因為接下來還有其他的議題要處理 像厚貌的東西大家業者也很希望說能夠 這樣我了解主委的看法 那第二個我要問的問題是說 目前陸委會的立場啊 針對我國政府跟中國政府所簽的政治性的協議啊 必須要一定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這件事情 這個法律原則陸委會贊不贊成? 政治性的協議我們認為是就是說 其實未來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也是可以處理啦 沒有沒有先停一下我先問立法原則 那立法的程式跟技術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第一個 我國跟中國政府如果涉及到政治性的協議 一定要交給人民公民投票 這個立法原則您贊不贊成?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我想就是說公投本身這是我們民眾那個權利 但是提到說是我們跟中國大陸要簽政治性協議 我想這個政治敏感度本身就很高 所以要有更多的討論大家社會上 所以你是對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嗎? 因為我剛剛所講的這個原則不僅僅是現在的政府 可能也是過去馬政府他們就已經清楚宣誓過了 那只不過前主委王玉琦我好幾次質詢他 他就說這個是那個時候馬前總統做的政治宣誓 他既然宣誓他就一定會做 那當然他做的宣誓是不是真的有做? 我相信台灣民眾有很多實力啊 恐怕觀感跟那時候王前主委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那但是我們既然是一個法治國家 如果說政府在立場上面 是支持任何政治性的協議都要交給人民公民投票的話 您作為主委贊不贊成這樣子的一個立法原則入訪? 就是說什麼叫一個政治性協議這個本身的定義 沒有關係啊 政治性的協議可以做立法定義嘛 但是請主委不要跟我繞圈圈 我問你的是一個非常直接了當 政策上面法律原則的問題 您贊不贊成政治性的協議 必須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這件事情入訪? 我想就是說我們是一個是法律的問題 一個是政治面的問題 那從立委會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覺得公投是人民的權利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要顧及到就是說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如果牽涉到政治性協議的話 這個敏感度更高 那麼我們覺得其實從現在 從實務面看起來的話 在現在這種狀況之下我不認為 在最近的未來 現在是怎麼樣子 沒有現在是怎麼樣子 那個是大家可以有各自的觀點 我現在問你的主委 我一二再再二三請教你的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立法原則的問題 目前立委會是不是針對政治性的協議 要交由人民公民投票這件事情 是抱持著高度的疑慮 所以您剛剛一直不肯正面回答我 我想其實這已經超越我 作為陸委會主委 我的一個權責範圍 所以這個也不是很容易回答的問題 況且社會各界大家也都會 一方面我們顧及到 國內的民眾的一個看法 另外一方面我們要顧及到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我們認為這個也是陸委會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認為其實在現階段 根本我們就不可能跟對岸去討論到 任何有關政治性的協議 所以兩岸關係是在這樣一個狀況 我覺得就是說 能夠從應該從一些比較基本的 務實的 從一些功能性的議題來考慮 那麼未來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兩岸會去討論到任何政治性的協議 至少在我從現在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情勢看起來 所以我認為這期增加很多的社會各界 主席已經站起來了啦 我不好意思讓主席站太久 那不過主委您應該很清楚啊 您講的是 事實層面的問題 我問的是法律原則的問題 是的 希望主委再想一想 因為 我們接下來的立法工作 不管是公民投票法 還是接下來的兩岸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當中 這個立法原則勢必會觸碰到 那到時候主管機關也一定要有一定的立場跟看法 你不能夠什麼事情全部都推給立法機關說 尊重本院的決定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待會兒到郭拉斯